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了 美国的公路暴力枪击事件正在逐渐上升 而且在2021年达到顶峰 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来到了大流行前的两倍之多 来看研究报告的详细内容 2016年到2019年期间 平均每个月有22个人 在陆怒症引发的枪击案件中被杀或是受伤 到了2020年 这一数字跃升至34人 而到了2021年 平均每个月有44个人 死于由陆怒症引发的暴力枪击案件 这是大流行前平均水平的两倍 根据统计 去年总共发生了728起公路暴力枪击事件 这也是该组织有记录此类事件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Everytown分析人员指出 我们不确定是什么推动了陆怒症引发的枪击事件增加 但这种流行病以及其带来持续的影响 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新的压力源 在大流行期间 我们还看到了枪支销售创击录的增长 以及全国枪击事件增加 这些数据更有力地表明 未知的负面影响已经体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缺乏工作机会 体面的住房以及其他关键的基本需求 是枪支暴力的主要驱动因素 COVID-19大流行引发的广泛经济动荡 同时也扰乱了有助于减轻此类压力 影响的社会服务提供 许多地方枪支暴力干预项目 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包括资金紧张 不得不适应社会疏离措施 以及将任务扩大到防止病毒传播在内 该组织表示 关于陆怒症枪击事件 还有更多的研究要做 但有一点很清楚 这些趋势似乎并没有放缓 因此政策制定者 采取行动防止暴力枪击事件 比任何时刻都更加紧迫 中听中望 真理报道